哈喽大家好,我是木匠小哥 咱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中国的智慧的产物 笋某结构 咱们现在组装的这个笋某结构 也是扇形擦肩笋 它是由原来的扇形擦肩笋演变而来的 这种笋某结构的话呢 它适用于薄骨架、顶箱柜 还有万利柜、面条柜等等一系列柜子 腿子与牙板的结构 这种笋某结构的优点是 牙条与腿竹斜尖切入 当面板沉重时 牙板也受压 可将压力通过腿竹上端斜尖传给腿子 所以说这种笋某结构 适用于大柜之类的家具 组装完后 明示家具 非常美观 所以说有很多人都喜欢这种古典的红木家具 喜欢红木 喜欢黄花梨 双击加关注 谢谢大家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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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观看